周四就是中秋节了 知名饭店的中秋月饼礼盒 没想到是出现了山寨版 网络上最近出现一款 白鸟嘲讽月饼礼盒 声称说这是来自 原山大饭店主厨所制作的 而且仔细看 上面还附上主厨的照片 还有名人推荐的图片 但是经过查证的这些月饼 统统都是假的 目前原山饭店已经向警方备案 而消保官员提醒消费者 如果说你要在网络上购买月饼 这店家联络资讯不够透明 或者是海外运送的话 一定要特别小心 典雅的月饼礼盒 趁着中秋节在网络上大打广告 但到了脸书一页式广告 却多了原山饭店的名号 还强调来自国宴主厨的精心制作 其实都是假的山寨货 原山饭店秀出对比图 比比主厨推荐的 根本就不是这款山寨货 就连名人推荐都被改图 拿着山寨月饼 被冒名的就是这款中秋礼盒 赠品一盒1280元 山寨版一盒1299元 价格差不多 但内容物却差很多 原山饭店发出声明 强调针对不明网站 盗用商标 销售来路不明的月饼 已经向警方备案 提醒消费者小心别上当 被冒名的还不止原山 最近网路上很红的这款蛋黄酥 也被中国厂商冒名 这品和山寨版连包装都长得不一样 但特别贴上logo取信民众 每到的中秋节 中国山寨月饼就四处流窜 香港知名的流星奶黄月饼 赠品要卖385元人民币 山寨版只要60元人民币 连防卫标签都很难查出来 提醒民众最好向店家 直接询问购买 光凭一个响亮的称号 小心买到假货 华视新闻林鑫 黄坚银 台北报导